今天很高興我們來到九龍城城南道 請了位老師傅 睿哥和我們談談 那麼多傳統行業 其實只要政府多些做 擺放多些新的元素 其實可以令到不同的傳統行業再起飛 我們西裝行業沒有所謂時裝的做法 像女裝的時裝千遍變化萬化 但我們西裝始終是男人的禮服 沒有怎樣大變化 最多是收下一點 襪大一點 細一點 兩排樓可以做 單襪 兩個樓 開不開就隨意 是做的 做的款式 但一定要穿得人舒服 讓我們看上去唇眼 做的及賣的確很不同 所以做是好 我們剛才談談 九龍小區有很多傳統行業 不論是做布 做樓 做皮甲 我們如何在九龍小區 讓更多這些值得的管控經濟再起飛 我覺得首先要令到大家注意才行 例如如瑞康所說 做西裝 我覺得西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我不知瑞哥和同意 除了基本說的之外 可以加一些Cosso化元素 是設計者的 又等於我們旗袍 旗袍近來有一個旗袍的組織 推動旗袍 多很多款的 有錢給我看 眼花撩年多到 即是有些正規的旗袍 有些只加了很多不同的西式東西 再去包裝一下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處理 我舉個例子 在日本或台灣 是有專門的地方 給這些人掩露不同的特色東西 例如清水紙 清水紙 清水紙是專門賣日本特色東西 你去到某些地方是專門賣孫子的 很多很多 有問題是有沒有人去幫忙 那些人呢 我覺得是政府 因為接下來高鐵快要通車 我們還有一個西九文化區 我經常都覺得來西九文化區的人 可能他都很喜歡香港的文化 他可能會來看月曲 剛才提到旗袍 他可能看完月曲之後 不如我們去香港不同的地方 好像剛才說 有幾條街是專門做西裝的 專門做旗袍 然後去逛逛消費一下 又可以推動本土經濟 其實真的很好 我同意阿嫻姐你說 其實最重要是聚到人 要營造一個氣氛 原來大家去那裏 所有西裝店最漂亮的都在這裏 這裏都是人氣 沒錯 人流最重要 任何行業一定有人流 所以我想阿信 你現在準備去競選 我寄望於你 其實西九當它將來未來發展時 它還有些空間 這些空間可以將你的理念擺進去 如果我們一程 我有答應阿嫻姐 我也會全力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很大空間可以做 到時如果你幫我們培訓多些 香港的年輕人 重新去西裝業再起飛 阿信 剛才我一直聽你和睿哥聊天的時候 我感覺你對基層 對彈性就業 很多文化經濟 和傳統學業很忠心 我期盼這次選舉 你能夠入到議會 好嗎 多謝你 霞姐 我一定承諾全力以赴 希望可以為九龍西的居民 做更加多的實事 多謝你 霞姐 OK 好 努力了 真是努力了 OK 好 那好 我們下集的 我就喜歡看我 飛船 我們下集的 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